下的地盘 其实NV刚刚的那一波紧急出动 也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了我们刚刚聊到的那个话题 就是你的点位被圈刷走了怎么办 这也算是一种未雨绸缪 而且他们劝架的时机也是恰到好处 我们看到天霸刚刚拿到四连枪王 来不及为天宇欢呼的时候 NV就已经赶到了 是的 而现在NV在远距离取得突破以后 直接也是向JDE发起挑战 直接选择打吗 是不是有点太着急 局面放到了晚风 但移的这一刻 上车位置被86锁定了 我觉得还是有些着急了 毕竟是有圈点优势的 那86露出枪位以后 远距离还是能够为他提供帮助order 帮助NV稳住了阵脚 那这样的话不至于G米再受到新的危险 反而是独狼苏男 凭借着NV的起波出动 他活到了第二名 榜一榜二也分别来到了第一第二 看来两队在这局之后 应该是继续拉开分叉 但这一场的胜利依然是属于紫金王朝 这场比赛NV在最后的表现 让我觉得有一些意料 意料之外 他们的几次出动打得是非常的快 首先第一波在清理北边山头 因为是两支战队刚打完 所以出动的时机刚刚好 我们常说不再来得早 就在去的巧 那波巧去的时间点 刚好让他把人头收掉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 有圈点优势的他们直比